噓 太高人天使模式正好来袭 在这个模式中所有传员都是天使 其中会随机诞生一位邪恶的恶魔天使 也许是内鬼 恶魔可以使用几分诅咒传员 被诅咒传员困在数十秒之内变成击腿 恶传员中还有一位善良的治愈天使 专门就是射到诅咒的传员 游戏开始啊 保佑保佑 我要当恶魔 恶魔就是我 NICE 全共拿到了恶魔身份 嘿嘿 你们就等于是我的诅咒吧 太执行内调一点 可不能像表姐那样还没下所说就暴露了 假如去做任务 等机会再掌握咱的船员多少 现在船员都分散开来做任务了 用机能破掉引擎室 呦 父亲刚好有人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后面没有人尾随 直接受诅咒 这套路本身不爽 接下来自挡自演 哎呀 怎么没有人被诅咒了 副仓 你赶紧抖进氧气瓶里 保护你 平时恶魔出手了 谁被诅咒了 我得赶紧找到他 表姐的声音 该不会表姐就是天使吧 假如修复养机师出去接应 表姐表姐 我没收到我们诅咒 养机师也被我修复了 里面没有其他人 报告完毕 真的吗 小白妹 可是我明明听到这里有声音啊 快让开 我要过去看看 哎呀 表姐真的不用过去 我还能骗你不成 一过过去你就生缘吧 哦 我知道了 小白妹 我看你就是内鬼吧 这么兴趣 我骗你要进去 呃 没有发现击土 哎 好像真的没什么异常哎 小白妹 看来是我误会你了 没事没事 你是天使 救死不伤是你的天职 嗯 还好几队走在氧气罐后面 没有被表姐发现 太好了 我表姐这么谨慎 为了消除嫌疑 我得跟着表姐做做任务 表姐 你在帮你保护我 我要紧张身体做任务 安啦 有我在恶魔伤不饶你的 成功获得表姐信任 继续坏眼齐势 这次只有早嫂过来修复 表姐还在反应对附近 直接上诅咒 早嫂笨手问贾答 她现在还不知道 已经没有诅咒了 我身上怎么出现了奇怪的网圈啊 小伯妹 快救救我 早嫂笨急 我这就扶你去找表姐 嗯 这样有人想暴行 现在所有人都不能动 可怜的早嫂得不到救治 就这样当众成了鸡腿 哎 又够呆了一个 我这个天使还没有发挥到用处呢 小伯妹 你们俩肯定有一个是内鬼 看这位小伙伴使劲的摇头 那内鬼一定就是你了小伯妹 不是我啊 表姐我不是内鬼 你忘了吗 刚刚我还跟你一起做任务呢 内鬼肯定是小兰 哦 有道理吼 我差点就刺杀下巴妹了 那我投票小兰 嘿嘿 那鬼女完了 这天使模式也太简单了吧 对了 怎么没有赢啊 小兰竟然是船员 回来啊 哥哥 嘿嘿 笨蛋 没有想到吧 两次人传统的内鬼 下来再把你也诅咒了 我就赢拼了 完了完了 我也被诅咒了 医者不能自赢 我要输了 咦 我好像没事的呀 嗯 原来天使被恶魔诅咒还能够自愈呀 what 小伯妹 你诅咒不了我 没辙了吧 oh no 什么情况 天使却免疫诅咒 呃 那内鬼要想赢 只能阴导神远把天使偷出去 这太难了吧 嘿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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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